来 小叔 你们怎么都来了 许好的 当然不是啊 我这个员工不好好工作 我只有来这儿 来找他拿资料吧 我们这是老板 不好好工作 我们只能来这儿工作了 我觉得这老板和员工 自己拆开公司得了 没错 我觉得可以 我觉得也可以 是不是啊 现在连姐都不叫了 还挺不习惯的 你这么喜欢叫姐啊 你叫我啊 你啊 就踏实当我姐的喜欢 小叔 小叔 这么热闹 根据你这几个月的康复情况 我决定今天让你试试这个 来 你们几个掺一下 试试 慢点啊 消消 松手 走 走 好 不错 可以了 洛书 行啊 我就说你一定行吧 洛书 你太棒了 你今天就帮你做吧 你做好样吗 洛书 好 好 早餐来了 大家先吃点东西再工作吧 嗯 马上啊 哎呀 连续熬了这么多天啊 杆都快爆了 我这脖子呢 就快不是我的脖子喽 别说脖子了 我现在哪哪都不是我的 辛苦各位老板 誓死誓活就是今天了 咱们再坚持坚持 我这边只能说 勉强能用 忧患还炫耀时间的呀 我也是啊 不过肯定比你上次那个 什么什么什么总来着 要完事 大乐 快来吃啊 再不来 都被这死泡子吃光了 好 你不是要减肥吗 三三给他大乐留点 减肥 不存在的 我这辈子不可能减肥的 司翼肯定给大乐留着 对了 司翼 我们现在产品的雏形 已经有了 就是距离面试 还需要一段时间 你跟那个什么什么总 好好说说啊 洛书应该也快出院了 我们还是要做出一点成效 让洛书回来高兴高兴 大乐 先吃东西吧 吃完再逛逛 我就尽可能想 多完善一下 这样孙总来的时候 你也好说 这也没几个小时了 还能再尽量多优化一下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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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总 我们产品的框架和基本功能 已经搭建完毕 我们接下来的计划呢 就是 不好意思 牛小姐 你现在给我演示的 我都看到了 我想知道的是 这个产品 什么时候可以上市 孙总 为了产品的口碑和质量 我们现在不能让它上市 你之前说 你们需要时间 我给了你们时间 这个演示的产品 跟你们之前给我看到的 确实是完善了很多 但它还是个半成品 素我不能接受 我要的是一个 可以正式上市的产品 孙总 我明白 但是我们真的还需要一些时间 希望你能够理解 刘小姐 机会只有一次 你错失 况且 就算我给你时间 你什么时候才会给到我 一个真正的产品 产品开发 肯定会遇到这样的情况发生的 以我们现在的时间 做到现有的程度 孙总 说句不客气的话 您恐怕在整个行业里 都找不到第二家公司了 所以呢 你们比别人快运能证明了什么呢 你们现在还没有产品不是吗 刘小姐 辛苦你们了 希望以后有机会 我们再合作 孙总 您再给我们一次机会吧 我们真的可以做到很好的 是 我很欣赏你们的坚持 但是我没办法为你们的梦想买单 后续的事情 我会安排人跟你们联系 有机会 我们再合作 孙总 孙总 看来啊 没坦诚 那怎么办 我现在找洛叔 不行 这件事 一个字都不能对洛叔说 我说什么 他刚回复 你这不是让他分心吗 还有啊 一会儿那俩出来 你可别乱说话啊 再等等吧 思议之前找过单总 说不定了 还有机会 我看我们的一家 我知道 我看到我们的点 认识是真理想的 卖人家的事 我用过去 这 стр就是 和你说的 把我把旅行的 但是我们就能在 好好好 台队 你才有什么 我们的不认者 就是 有人 带来 再来 不管结果如何 我都十分感谢您当时 伸出了援手 我听出来了 你说这话还是对我有怨气啊 都怪我这身体不争气 老是出毛病 再加上我女儿 总是说我不陪她 所以这段时间 我就在国外一直休养 陪女儿 公司的事情我就很少过问了 我也是回来以后 才知道的这个情况 是我疏忽了 贾总 这就是您误会了 我也理解孙总的做法 毕竟公司有公司的规定 当然 一直从事于这种传统行业的 很难理解这种新兴行业的进度 也怪我当时夸下了海口 考虑没有太周全 我走之前 的确是见过牛小姐一次 向她打听了一下 产品的情况 可能是当时说话的语气 过分了一些 老孙听到之后误会了 现在这件事情 搞成这个样子 的确是我的问题 我向你道歉 我已经跟老孙说了 停止对初心的所有行为 贾总 您不必这样 我明白这肯定不是您的意思 我也十分理解孙总的做法 不过您放心 之前答应你的钱 我一定会如树风荒 不必 说好的一年的时间 现在时间不到就出尔反尔 虽然这不是我的意思 但是我有这个责任 这笔钱你不用还 贾总 这不太合适 这余情余理都说不过去啊 你听我说完 我不需要你还我这笔钱 但是我要你答应我一件事情 我要把这笔钱 当作给你的报酬 你觉得如何 贾总 这 您说 只要我能做得到 一不容辞 你肯定做得到 我要聘请你为我公司的投资顾问 为期五年 这五年当中 我不会再给你任何的费用 但是你要对公司 所有投资的项目 一定要对他们进行 评估和审核 同时我也会给你相应的决策权 你觉得怎么样 贾总 这不好 您如果想让我帮您做投资 您给我说一声就好 我绝对不会向您收任何费用 生意归生意 我对你还是有要求的 你全权负责公司的投资是你 但是 我要求看到每年有相应的汇报 这些钱就当是 我在你身上做一个长线的投资 何况按照你的年薪来算 我可是占个大便宜的 你不要说我这个老家伙 趁火打劫就好 贾总 既然您这么信得过我 我就不推辞了 好 感谢观看